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逼得14K陪着笑脸送黑钱都不行 在总督的暗示下建立起港警安卫 压得四大家族无一人敢冒头突进 一统相将黑白两道 承接江湖外包 做事漂亮高效 他就是被封为无头探长之兰刚 上个世纪最黑暗的金钱帝国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皇帝 但任谁都没想到 最后竟然克死泰国 这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龙争虎斗 与出身贫寒 在三角码头拉过人力车的吕乐不同 兰刚的祖父是洋行买办 父亲也曾在律师行做过失业 1944年兰刚加入香港警队 比吕乐晚了四年 1503是兰刚加入警队后的编号 加入警队后 兰刚觉得自己的本名 蓝文凯太文弱 这才一名兰刚 当时香港警队 华人很难升迁 主要原因固然是制度 但华人警员的受教育程度低 也有很大影响 不过兰刚是个例外 他极具语言天分 精通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等七种语言 其他探长在表达上不如他 这也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 一心想出头的兰刚 谋划了十年 找不到机会 可比自己早入行的吕乐 却先尝到了甜头 上世纪五十年代 上百名十四K黑社会成员 在钻石山一所学校内 开群英大会 已经混得小有名气的吕乐 很快得到消息 不动声色地带着警队 将其一网打尽 这是吕乐第一块跳板 因为反黑有功 他被升为高级探幕 离探长只一步之遥 1956年双十暴动 吕乐又多了一块跳板 10月10号 是中华民国国庆 又称双十节 流亡在香港的国民党残余分子 每年都会在这一天 挂青天白日的旗帜 但这一年 他们过分了 以前只有在自家房子上挂旗 这一年 他们把一条条旗帜 拉过马路 还强行贴在别人的房子 甚至是公共建筑物上 干这些事的 都是从国民党残兵演变而来的 帮会成员 如十四K 和安乐 敬义堂等 以前港英政府 对双十节的庆祝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这次实在过分 于是政府决定清理这些旗帜 几十名十四K成员 开始与政府工作人员 发生冲突 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 他们要求港英政府 燃放十万头的爆竹 以示道歉 还要拆旗者 在蒋介石向前下跪磕头 遭到拒绝之后 十四K 以及香港另外一些帮会分子 趁机制造骚乱 但这只是序幕 当天晚上十点 庆祝双十节的宴会结束 局势突变 起初只是打砸抢烧 后来就发生血案了 暴徒用石块 砸向一辆救火的消防车 司机被砸伤 消防车失控 冲上行人道 酿成三死五伤 警察出现时 他们散入横街小巷 警察过后 他们又重新集结 10月11号 事态进一步恶化 下午1点 瑞士副领事恩斯特夫妇 乘坐出租车 被暴徒发现 尽将之翻倒放火 恩斯特夫人被烧至重伤 不致丧命 参事重伤 两名暴徒在掀车时 被压在车底 也被烧死 下午3点 九龙的公共交通 全部瘫痪 一时气氛紧张 英政府颁布了 紧急戒严令 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 才平息了暴乱 双十暴动的惨状 让反应迟缓的港英政府 再也不敢有所怠慢 紧急成立了 反黑调查科 因为旅乐之前 反黑有功 顺利进入反黑调查科 反观蓝刚 只能继续游走 自小小警员地带 而旅乐因反黑有功 火速升职 当上了新界探长 这让已经在警局 折服了十余年的蓝刚 如何能不眼红 就因为旅乐比自己 早四年入场 就有如此威望和权势 想想自己家世 门第 本人还手握七门语言 上下通吃 怎么还能混得不如个 地痞流氓出生的旅乐强 正当他苦恼之际 有些没眼力见儿的人 巴巴就送上门来 1958年 香港98总经理雷瑞德 被歹徒挟持 劫匪之一是李卓 此人可以使双枪 拥有双枪虎将之称 据说有百米穿扬的本事 曾绍科带队破案 别的警员吓得连破门而入 都没胆子 蓝刚愁准机会 自告奋勇 跟随曾绍科一起行动 因而受到上级嘉奖 更受到了曾绍科的赏识 此案一破 曾绍科身为华籍助理警司 警察学堂副校长 蓝刚则成功上位 在深水部当上了探长 这时候 各方势力很明显地 看出了苗头 给吕乐一份 必有蓝刚一份 谁也不得罪 两边都办好事 这样的权力快感 让蓝刚开始飘飘然 很快 1962年 香港警队 重设总华探长一职 从香港实名探长中 选出两位候选人 至于为什么要选两位 很明显 因为当时在实名探长之中 吕乐和蓝刚声望差不多 谁都不服谁 于是就设置两个位置 刚好一人一个 吕乐和蓝刚一同晋升总华探长 前者驻守于香港区 后者驻守于九龙区兼新界区 同时获英女皇 搬与殖民地警察奖章 那时 总华探长是当时华人 在警察队伍中最大的官职 虽然曾绍科曾任警司 比总华探长级别要高 但是警司也得给总华探长面子 此时的香港四大探长早已成行 牛逼冲天道人神共愤 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当时的四大黑帮 新义安 14K 义和 和胜和 都给足他们面子 蓝刚他们根本不需要亲自抓人 有案件要破 就开口向黑帮老大们要人 新来的警务处长一上任 也要先来拜访他们 否则香港的治安就会大乱 而警方根本无能为力 蓝刚就是这里面 唯一敢和吕乐叫板的人 在这里 他位高权重 纵横在黑白两道之间 呼风唤雨 脸才无数 一方面 他有警探红的一面 办事雷厉风行 果敢决断 另一方面 他又像黑道人物一般 巧取豪夺 仗义输彩 他欺上瞒下 黑白通吃 同时也利用手中的权力 向辖区所有机构收取好处费 同时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据说蓝刚生性风流 拥有一妻四妾 一夜风流的女子更难计数 他的名言是 女人很麻烦 给钱他就对你好 权力最大时 他曾在1967年 六七暴动时 当面骂过警司 警司有什么了不起 再不满意 我就调走他 1967年 警队为了压制猖獗的贪污活动 对掉了吕乐与蓝刚的辖区 以避免他们落地生根 发展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 1968年 48岁的吕乐见识不妙 决定退休 次年 49岁的蓝刚也提前退休 吕乐蓝刚退隐后 香港警方于1971年6月 将韩森提拔为新界总华探长 严雄也升了一级 接替了韩森留下的油麻地探长之位 两个月后 韩森觉察不妙也退休了 1971年11月 香港第25任总督麦里浩上任 警界的贪污分子离大县之期不远了 麦里浩 1971年出生 殖民时期 曾派驻马来西亚 后来在英国外交部工作 刚一上任 麦里浩就发现香港的腐败 已严重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再不惩治 香港必将大乱 一个名叫韩德的警司 1954年加入警队 到1973年 因腐败而入狱 19年 供赚取非法财产500万港元 他在入狱时 面对记者却显得十分坦然 说 我只是运气不好 贪污在当时的香港警察队伍中 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晚上睡觉 白天起床一样 是非常自然的事 在香港警察队伍中 这种情形十分普遍 从上到下 几乎所有人都不觉得 这是在犯罪 最先干掉的是香港的总警司 葛博 葛博是英国人 192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 他比吕勒和兰刚小两岁 新任总督麦里浩上任后 他就感觉势头不妙 以妻子身体欠家为由 急于退休 结果 在那年4月 警务署长接获报告 指控葛博贪污 一调查 他的总薪金为89.19万港元 但他的总财产 近有437万港元 但是那年6月 葛博却跑掉了 香港总警司都被调查 吕勒 兰刚 韩森 严雄 曾启荣等至少42名华探 纷纷出逃 后来又分别逃到巴西和台湾 葛博的潜逃 导致积聚已久的民众爆发 并发起反贪污抓葛博的大游行 为平息民愤 港英政府成立调查委员会 涉查葛博逃脱原因 及检讨当时的反贪污工作 1974年2月15号 港英政府宣布成立了廉政公署 4月 葛博于英国被捕 他得知下属吕勒贪污5亿港元 是他贪污的100倍 恐怕会哭晕在厕所 同年11月 大毒销吴熙豪被捕 涉及毒品交易超过16吨 总案值达4亿元以上 吴熙豪被判30年 联署成立后 虽然香港警戒腐败 得到了有效遏制和惩处 但是黑社会却发展得更加迅猛 惩处腐败后 香港警力空虚 需要大量招收警员 以填补空缺 这其中 有很多警员 就是黑社会安排进去的 香港警戒 由此进入无间道时代 而古惑仔们日渐嚣张 甚至甘指着警察鼻子骂娘 因为警察上面 还有联署约束 即便是古惑仔 如果他没有犯罪 就不能随便抓捕 更不能刑讯逼供 属于四大探长的时代 终究成过眼云烟 多年后 黑道大佬回忆称 在97年西 很多的人金盆洗手 或者引退江湖 但回归之后 还有不少的黑帮组织 不过大家也都明白 这会儿的社会 不再也不是用拳头说话的时代 从之前的赌场 转至现在的茶楼 排馆 都在寻求一个财 如今产生利益矛盾 坐下来喝杯茶 吃个饭 而不是之前的拳头定胜负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黑帮 老话说得好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原本幻想能安度晚年的兰刚 万万没想到 在生命最后的十年间 沦为丧家犬 于1977年 被整个下了通缉令 终其一生 再也没有回到过香港 吕勒2010年加拿大病逝 中年90岁 逃犯 蓝刚1989年在泰国病逝 中年69岁 逃犯 韩森1999年在台湾病逝 中年82岁 逃犯 严雄 生族不祥 传闻定居泰国 逃犯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